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津首次开通的这种车离子的水货快线 也是我们津津地区的第一次 在没有开通这个车离子之前 我们的这个车离子是从南方运过来的 我们开通这个车离子快线之后 我们津津地区的老百姓 能吃到更加新鲜的 更加美味和廉价的车离子